苗栗头粪的华龙纺织厂罢工已经进入了89天 在步行100公里到台北抗议 以及昨天趁着马总统到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当面成情之后 今天终于等到了劳委会主委王如玄 亲自到头粪现场探视 而王如玄今天也当面向劳工承诺 会全力调查华龙是否有涉及非法的亏空 不过由于厂房设备已经被买家给标走了 所以无法承诺不让业主拆除 戴着劳工呼口号 罢工进入89天的华龙纺织厂工会 终于等到劳委会主委王如玄 亲自来到头粪的罢工现场 王如玄也承诺将权力调查 华龙是否涉及非法亏空 华龙纺织厂劳工不止长期领不到薪水 工会希望老委会帮忙跟买家沟通 不要拆除工会办公室跟搬走设备 问题就是说我们这里面他照标的程序 我知道是他标到的 我们了解 但是很多东西还是我们滑融的 王如玄表示将协调债权银行先让出部分债权拨款给劳工 但是工会办公室和相关设备 已经由苗栗县副议长陈明朝标下产权 老委会无法承诺不让业主拆除 但会尽力协调 而现场声援学生也表示 这个月三号就是陈明朝祭出存证信函到期日 如果到时被强拆 工会和声援团体都将死守到底 记者综合报道